本期入选节目的两个幸运家庭是来自同一个小区的好邻居 好朋友 陈辉 刘万民家的客厅虽然宽敞但并不明亮 房间集合了会客休闲 餐厅 书房三大功能 我希望改造后的客厅在分区上能更加明显 更加合理 让我家的客厅看得更漂亮 我觉得我希望的空间就是那种暖暖的 有些艺术氛围的感觉 陈辉两口子都是爱干净 喜欢整洁的人 但房间却从来整洁不起来 这让他们感到很困惑 而邻居王娜家是一室一厅的房子 除了要具备会客休闲 餐厅 书房三大功能之外 还得有强大的储物空间 最好还能成为卧室 刚结婚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两个人住的这个家特别出身 可是自从我儿子出生以后 我觉得我的家变得越来越小了 你看 我把卧室的大衣柜就抹出来了 这样一来呢 在卧室能放一张儿子的床 孩子的老爷来 老爷带孩子 他只能住在沙发上 孩子越来越大的 空间显得越来越准备了 所以说 我们两个人商量了一下 设计了一个我们的想法 这里面有床 有书架 沙发和我们就餐的区域 不知道这么复杂的设设设计师是否能够满足我们的想法呢 设计师叔叔看好你哦 要求很具体 设计师可以有地方使人 但这样多的要求 设计师能面面俱到的让选手满意吗 各位好 欢迎来到新的一期交换空间 我是宋鹏飞 刚才我们是认识了一下两队入选的家庭 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摄像机的镜头 一块来看一看今天负责改造的两位设计师吧 设计师刘志 高级室内建筑师 学习建筑出身的刘志 擅长于空间结构的改造 我从上功能至上 实用为先 好的设计不是要打造什么风格 而是要打动人心 对于设计师刘志来讲 空间设计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他的这种对待工作严谨认真的态度 让他的设计作品实用又充满创意 刘志这一次负责改造的空间是王娜家的客厅 关于这个空间的改造我还是很有想法的 我能感觉到业主对这个空间改造的迫切心情 把小空间做大 是我这次设计的主旨 关于这次的改造任务 刘志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量房 厨房案 每一步都精益求精 最后终于做出了能令自己满意的设计 他这次的设计主题叫空间魔方 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像魔方一样富有变化 设计师于兰丽是玩转色彩的高手 他认为空间设计就像穿衣打扮 不同的风格就有不同的表情 好的设计不单单要适合空间 更要适合空间的居住者 所以我的设计理念就是 他的家也许你不喜欢 但只要他喜欢就好 这次于兰丽要改造的客厅是陈辉家的客厅 因为陈辉两口子爱干净的个性 于兰丽打算摒弃自己最为擅长的色彩游戏 把空间改造的清新自然 我喜欢用比较丰富的色彩来作为空间的表情 但是如果是业主不太喜欢呢 作为设计师的我也必须要以她的喜好为主 那这次的设计呢 我采用了比较淡雅的颜色 但是在造型上却用了立体的效果 希望业主能够喜欢 我这次的设计主题叫做清晨的白画铃 对于多次参加过交换空间节目 并深受观众喜爱的设计师于兰丽来讲 让空间尽善尽美 是她的拿手绝活 这一次她的作品会不会再次征服选手 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了现在我们的红蓝两队选手 以及两位设计师已经组合完毕了 那么对于这样的组合 他们是不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满意呢 我来问一下 首先红队 你们跟设计师这样一个组合感觉怎么样 非常满意 我们对刘芝特别有信心 一看他就特别有艺术家气质 我们一定会对得起朋友的 这个外表一看就很有艺术气息 好了期待你们的作品 来再看一下蓝队这边 你们感觉怎么样 我们也很有信心 因为我们的设计师这么聪明漂亮 一定会让我们满意 也会让同意朋友们满意 好了今天我们红蓝两队都是外貌协会的 他们比较注重于外表 但是设计师也是很有实力的 期待你们的作品 那么现在我们的各项基金 也已经发放到位了 其中各两万元的家装基金 是由欧派家居集团赞助提供 各一万元的家电基金 是由海尔天尊空调赞助提供的 话说到这我就要问一下 我们的红蓝两队选手 还有两位设计师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的48小时家装倒计时开始 他在空间设计领域小有成绩 但却不甘于此不断进取 精益求精 设计就是想想再想想 是不断地自我否定 爱美 爱打扮 打扮自己也半量空间 他的家也许你不喜欢 但只要他喜欢就好 有限的时间 有限的基金 无限的创业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的 好的设计不但但要适合空间 更要适合空间的居住者 刘志 于兰丽 本期节目带给您全新体验 设计师于兰丽 带领选手到建材市场 要找到理想的装饰材料 但几乎跑遍了建材市场 都没能如愿 您好 老板 问一下有没有就是 可以定制的就是看起来 像石膏线一样 但是是镜面的效果 镜的那种效果 没有 能定制吗 应该去那个石膏 但是我是让它看起来像 不朽钢材质的 那种镜面的感觉 不朽钢镜面不朽钢那种效果的 是石膏材质的 但是做出来的效果像 不朽钢材质的 对 这样出师不力的于兰丽 该怎样补救自己的设计呢 我感觉呢 这个设计师有点太固扯 这陈桂姐他们家 也不喜欢不朽钢 我感觉不朽钢的 非要找这不朽钢 是啊 我们走了大概有好几家了 每一家都满足不了她的要求 她现在还在带我们去寻找 这最后我觉得 设计师担心了 当时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关于不朽钢材质的使用 其实我也是冒了很大的风险 因为本身陈辉在跟我的聊天中 曾经跟我说他最不喜欢的就是 不朽钢 镜子 这种看起来冷冰冰的材质 但是我却恰恰希望 能够利用这一些小材质呢 能让他的家里变一种感觉 让他重新有一个认知 但是在目前这个选购过程中 很碰壁 没有找到能够 我心目中达到的这种材质的这种表现 但是最终能不能找到 如果实在找不到 我可能也只能改变方案 基础工程顺利开工 两队的两位设计师 都用了板材来改造墙面 这个是想给他们家做一个颜色的一个区分 它这个木质的材质本身是能让你感觉比较自然 这样的一个整个一个大的一个色块 感觉是今天整个的很大 感觉是很软道的 还会隐藏好多东西 期待还有好多神奇的地方在里 会隐藏好多东西 神奇一会儿能揭晓 好好期待啊 好 师傅 这面墙是做什么用的呀 对面啊 对面是电视背景墙 这不是满满的一面墙都是地板 对啊 因为咱们的主题是清晨的放林 哦 所以我要找到的就是一些人物的感觉 是 而且不单单是这个地板在墙面上 原来我还会定上全都是这个地板 好这个不是叫你原来是地板的 要是这样的 对这个龙虎咋是为了上帝反应的 而不是要做石膏版的 咱们是要把整个的木地板整个 扑到我们那边去 那它感觉就是整个这块就成 有点圆木啊非常自然的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的成一个局部的 局部 这要是都贴满了整个一面墙 这不就是一个三级小木屋的感觉 嗯 是这样的感觉 但其实它只体现一小部分 还要更大的一部分去体现 真的 还有点部分吗 一会儿再告诉你们 木地板上墙这个想法 在我看来面积似乎有点太大 如果它只有做一小部分的点缀出现 效果也会更好 如果在我们家 我可能接受不了这么大的面积 使用这个木地板上墙 相似的设计手法 在不同的空间里 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 刘志 我觉得这个轨道肯定是做一个隔断 然后上面做一个分析的工作 对不对 我觉得应该是个门吧 对不对 因为有门它这个光阶 它就反正不处砸了 我觉得咱俩别乱查 听刘志这么说了 咋砸就咋 都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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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很神秘 怎么给你解释呢 这个东西 它有可能能起到你的隔断作用 它也可能是什么 它可能有很多个门 现在没法给你们说 保持有神秘感 一会儿呢 你们再看 好 有神秘感 还有遗憾的揭晓 对 太期待了 我们期待 期待见证奇迹的时刻 对 神秘一环靠一环的 红队安装在天花板上的两条轨道 到底隐藏了怎样的神秘作用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更有森林的感觉的那面墙 怎么样 现在敷的差不多了 有什么感觉 嗯 是不能闻到森林的气息啊 可是我倒不认识了 我看这树都是黑色的 都是黑色的 对 你要说森林 森林不是一种着急不活的感觉 绿色 对 正常呢 大部分的森林是绿色的 但是我这个 为什么做这个颜色呢 就是我希望它是 有一种比较慵懒 要放松的感觉 清晨的感觉就是会有 黑蒙蒙啊 那种啊 你看前面有很多屋之后 你就感觉你看不到 很深邃 嗯 在我看来 回到家就应该 更舒适 温馨才好 我觉得这幅画面 要变成那种 更直观一些的 效果也许会更好 你们现在在这儿干 我出一场乐理 什么事又帮我帮忙 一会儿需要你们帮忙 啊 一会儿需要你们帮忙 你又要出去了 工地就留给我们俩了 没事没事 你们先干着 我出去点东西 留点东西 现在就出来 我去看一眼 行 那我给你们打电话 行 我再帮忙 好 好 好 工地交给我们 给咱们惊喜了吧 嗯 又有很厉害 是啊 两个小时后 拳手在设计师的指挥下 来到了郊外的一处 旧货市场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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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了 诶 你们来了 诶 这是什么呀 这是一个茶几 我觉得太漂亮了 特别喜欢这个木头 这是怎么做的呀 这是用那种老的那种门板 木板 木板做的这种 这是什么木 鱼木 老鱼木 我觉得这个端子太漂亮了 非常喜欢 对 它比较自然的一个颜色 然后呢 这是老鱼木呢 它本身这个 它经过全时间封化 它这个效果是比较好的 那鱼木这种木头 是比较适合做家居 对对对 因为它是硬的嘛 它比较稳定的 而且它这个老鱼木板 它造价比较高 嗯 就像一些新的东西 它比较高 我很喜欢这个木头 我觉得它有很一种自然的味道 对 挺适合放在这家里面 对对 我们看 这个就是这种老鱼木板 嗯 它就是老的门板 还有一些老的建筑 拆下的一些板材 嗯 其实现在想找这么大的板材 都不太容易了 对 因为现在老房子 或者这种老板子 越来越少 我觉得它这个家居 肯定有珍强价值 嗯 对 因为这比较好看一点 嗯 真不错 旧货市场淘来的老鱼木板 做成的茶几 外观漂亮 价格便宜 设计师刘志的这招 旧物利用 您学会了吗 哎 这不是剃早件吗 对啊 这不是上厂了 上顶了呀 之前都说 那这边放那个不锈钢材质吗 对啊 最后 因为啊 咱们搜集之后啊 不是没有找不到那个材质吗 然后你们走了之后 我又找到天也没有 然后呢 需要在外地 没有时间根本来不及 所以我就找了替代的材料 就这个 自噴漆 这个漆喷完的效果 就是跟不锈钢是一样的了 仿不锈钢的 你磨一下 都来 对 所以要在这贴腰板上 直接喷涂就可以了 好 来 这是一个床呢 这是一个床呢 外面咱俩走的时候 看你原来是个贵女 看不懂这个功能呢 真的是挺惊喜的啊 王大咖们肯定会喜欢的 对对对 大家孩子一直享有个小说 真是挺棒的 哎 这是个柜子 会不会有点太土了 听到你说啊 我觉得还不错啊 太土了我觉得 我觉得是功能分之还可以啊 这个柜子吧 它里面有很多玄机 首先见面的是一个储物的工作 哇 他家东西比较多 不看得上乱 所以我们呢 给它一个大的储物 昨天你们不过 我这个轨道上买了 对对对 我一直特别好奇 这个轨道 这个轨道的作用 就是能让这个柜子移动 嗯 你现在觉得空间 很容易有点拘调 这个也在移动它 对对对 现在这个柜局呢 整个是要一个过篮 要是一个餐厅展 所以我们要把柜子放在这儿 我不需要我把柜子放在柜子 你这轨道就起这个柜子 对对对对 起到一个移动的柜子 然后呢 它在那一面呢 是一个餐厅 嗯 就是这个轨道 昨天我还有一些疑问 我说是吧 对对 它就是为了 这个柜子 这边呢 整个都是一个餐厅的柜 对对 这可以是新说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咱们有个马会给它搭 太神奇了 然后这根据它 它就餐的人数它有个变化 嗯 私人的 我觉得你喜欢太周到了 对啊 所以整个柜子是这个整个设计 里面的一个中心点 嗯 空间魔术室 是啊 真好 我觉得王大同家 肯定会特别喜欢这个 一定会 对 咱们试一下这个感觉吗 可以吗 让他们刮到我们一下 可以 可以 嗯 我昨天就特别期待这块 天 好奇心 太想 好奇心 太想 这样子 哦 天花板上轨道 原来是空间变化的重要手段 大家好 今天我带大家来参观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那就是我的盘丝洞 大家好 我是来自重庆的设计师罗丹 设计师罗丹 艺术家 室内设计师 家具设计师 罗丹在新家的设计中 将客厅设计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室外桃源 他将自己的客厅称为盘丝洞 我家的客厅呢 我是把它设计成了一个原始的山洞的形态 那么通常一般的家庭可能比较难以接受这种比较原始 比较怎么说呢 可能较粗糙的感觉吧 当然我是更喜欢生活在这种大自然的环境里面 相当于比较有些地气 盘丝洞当然要有着自己的特色 所以在灯具的选择上 罗丹也是别出心裁 我在选择配饰的时候也下了一番功夫 比如说吊灯的话 我就是专门选择了类似于蜘蛛网的那种 带铁壁铁丝的那种吊灯 感觉就像活的一样跟蜘蛛一样 虽然整个盘丝洞看上去 村广门时 但客厅的舒适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客厅的话 它的那个舒适性跟功能性 还是应该重视的 所以在选择沙发的时候 我挑选了有这种民国的 复古风范的小牛皮沙发 这种小牛皮沙发除了 它的做感比较舒适贴身之外 也跟我的这个盘丝洞 混搭得非常贴切和谐 客厅创建这个榻 是我自己设计的 因为我比较喜欢那个明乐 所以我这个榻的造型呢 它是灵感来源于之前的一个乐器 叫空喉 就是它两边那个弯角 有点翘翘的那种感觉 除了就是在造型上比较好看之外 它也非常符合人体工程学 当我们两个人坐在上面盘腿而坐 靠在那里喝茶的时候 是非常舒服的 那么我把这个榻放在这个窗边 它最大的那个功能就是 在一边喝茶的时候 还可以一边欣赏窗外的风景 为了与客厅的风格相搭配 罗丹将卫生间也设计成了这种原始的风格 因为我的客厅已经是盘子动了 所以我的那个洗手区的话 肯定应该呼应客厅的风格 那么同样延续了这种煽动的那个方式 然后把它做了一个不规则的原型拱门 那么既然我要回归到原始人的生活方式 那么我就给自己找了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车取一个背壳的洗手盆 既有那个洗手的功能 然后又跟整个客厅的设计风格非常符合 能够真正做到是在原始的状态下 洗刷刷的感觉 虽然在客厅的设计上 采用了粗广原始的风格 但是在总卧室的设计上 罗丹还是设计出了温馨浪漫的感觉 我在设计这个卧室的时候 才用了那个一些弧形 我选择了一个大圆床 因为这样它就可以配上我喜欢的沙漫 那么为了配合我这个大圆床呢 我把床对面的那个墙 改成了一个弧形 这样子的话显得空间比较柔美 我待在室内的话 我其实希望有一种在户外的感觉 所以我在家里的有一部分墙上 开了一些这样子的小窗 它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就是房间跟房间之间可以互相借光 在主卧的卫生间里 罗丹同样采用了盘丝洞的设计手法 其实卫生间是在家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空间 我们会有很多时间上厕所洗脸 那么卫生间的环境的打造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花心思的 那我的卫生间里面有三个功能区 一个是入侧 一个是洗脸 还有一个是沐浴 它们互通而相对独立 这样子的话 如果是两个人的话 它们会互相不影响 这个卫生间的那个喷头呢 是我特别得意的设计 我把它做成了一个那个中有石的造型 那么我们在这里沐浴的时候 会感觉到是真正的在那个山洞里面 就沐浴着那个泉水的感觉 然后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原因是 因为我的那个卫生间的外面大的香葬树 这样子的话 我就可以一边泡澡 一边欣赏窗外的风景 非常的惬意 将自然融入生活 将原始与现代相结合 其实这样的设计既独具个性 又不是温馨浪漫 它在空间设计领域小有成绩 但是不甘于此不断进取 精益求精 设计就是想想 再想想是不断地自我否定 爱美 爱打扮 打扮自己也半量空间 她的家也许你不喜欢 但只要她喜欢就好 有限的时间 有限的基金 无限的创业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好的设计 不但但要适合空间 更要适合空间的居住者 刘志 余兰丽 本期节目带给您全新体验 作为收尾工程的墙面彩绘 设计师选的图案 有点别出心裁 始终配上这个彩绘 真是挺漂亮的 立体感 艺术感都有了 对 红队 你们觉得这块表定 有得怎么样 我们俩觉得非常好 你们是不是也很惊喜 我这两把词画能行吗 没问题 你不是学美术的工笔吗 我这好年没画了 这重生一下学生时代的回忆 行行 我这尽量把它画好 没问题 他们家宝宝呢 习惯画这种剪笔画 然后我现在这句画呢 贴在墙上呢 我觉得保护起来不够 所以给他们做成了照片 然后咱们摆这些照片呢 你放在对 沾到咱们这个黑板上 想让你画一棵树的感觉 就是这样 没有问题 一共的百分比 把这些画给它串点起来 形成一个很有画面感的一个视频 它就既是一个使用性的画法 这就是一个装饰品 行行 没问题 没问题 那一会我过来检查 行 放心吧 加油 你准备的怎么样 我都画完了 那种植你看一下怎么样 你看看 不错呀 不错呀 可以呀 可以 就说你能行吗 一定也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吧 回头给你找点难度大的 没有问题 OK 签个大名 必须的嘛 赶紧的 我这次的设计主题叫清晨的白画林 这个设计来源于呢 这两个业主都是东北人 那么家里肯定是比较精心自然 有很多森林的感觉 我把这个氛围呢 移到他的家里 也希望他从外面工作 百忙之中 回到自己家 能有一种自然呼吸 然后非常清新淡雅 慵懒的感觉 在他的空间内呢 我用了业主之前提出 最不喜欢的不锈钢材质的 感觉的框架 作为沙发的一个区域分割 这个不锈钢的材质 我真心希望能够在我的设计作品 也总能够体会到 每一种材质 独特的美 这个是给你们设计的这个家呢 叫做清晨的白化林 我喜欢这个名字 喜欢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能想到什么 想到有点原物或有点植物 原物聊聊的感觉 是不是 有点意境在里面 而且我想说的是 这么小的一个面积的一间房 设计师给你们做了一个 很好的功能的分区 分为四个区 有餐厅 有客厅 有书房 有儿童活动区域 各位 怎么样 现在很奇迹的时刻 好期待 特别期待 听我说完之后 这样我决定先让我们的小朋友 先来看一下 你到底是睁脸 你还是闭脸 现在 家长你替妈妈感受一下白化林 已经睁开眼睛了 好了你先看一下 清晨的白化林是什么样的 好不好 好不好 告诉爸爸妈妈看到什么了 跟过去的家相比怎么样 心疯狂跳 不错 不错 终于说两个字出来了 不错 你是喜欢现在这个样子 还是喜欢过去的那个样子 现在的样子 是吧 比过去好在哪里啊 你觉得 现在好 现在好 好在哪里呢 好在我心里 太劲动了 好 听完宝贝说这句话 直后真的 妈妈已经说 这个眼泪都快下来了 是不是 这有点恐惧 哎呀 一会儿一会儿那块布都是 对 是因为听到孩子说这句话 是不是 我觉得在心里那句话 特别 对 其实因为 这句话可能从这么小的孩子 嘴里来说出来 特别能够大动人 是不是 对 到底是什么样的 美丽的画面 让我们的小宝宝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马上 哇 清晨的百花铃 将会展现在二位的面前 哇 我太喜欢了 哎呀 真不错 怎么样 真的我太喜欢了 蓝莉 谢谢你啊 喜欢吗 喜欢 非常好 非常好 宝宝刚才说美在我 好在我心里 现在你体会到了吧 嗯 也好在我们的心里 是啊 是 就那个 白花铃 我俩 看到远处的白花铃了 是不是 我俩在上学的时候 然后我俩太喜欢那个白花铃 所以 你说白花铃的时候 然后 我就想起我们俩 刚相识那会儿 对 我们俩是从高中的时候 然后 然后 有点相处嘛 然后 感情特别深 在长城上学的时候 这片白花铃 我们已经特别深刻 留下了好多美好的经验 所以说一进门 眼罩一摘下来 看到这片白花铃 首先就大动了你 是不是 对对对 恭喜这些网友的回忆 对 我要说四个区域对不对 咱们首先看第一个 餐厅就餐区域在这里 哇 嘿嘿嘿 喜欢的 喜欢 这边 原来这个钟 挂在墙上的 现在给做了一个处理 因为原来你看白色的墙 再挂一个这样白色的钟 显得点轻飘飘的感觉 现在你看设计师在这 画这么大一个 像一个大的座钟一样 就更加让它有这种很稳重的感觉 在这里 喜欢吗 喜欢 非常喜欢 喜欢 而且这个钟很有艺术气息 是啊 我觉得兰力真的很棒 很超过我们的预期 我知道您本来是做设计的事情 对对对 所以您在做平面设计 对 所以您在这方面一定是有发言权的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它专业性很强 而且完全考虑到我们想要的功能 而且给了我们很多惊喜 真的非常满意 非常满意 我告诉各位 您才看了第一个区域而已 还有三个区域 这个节目都下早了 我们进去来看 客厅 内水都不够用了 内水都不够用了 你知道吗 好了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 就是客厅的区域 这个地方你看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地方都上墙了 对吧 一面墙到顶 这是给你们营造一个木屋的感觉 对吧 亲身的白话林 你们住在木屋里 看着外面的白话林 那种感觉 特别原生态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 没错 其实这样的设计 并不是运用的很多 那么运用在这里 也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接受 能不能喜欢 但是我觉得这上面 还可以沾上照片 都会有很大的空间 来做我们自己想要的一些画面 没错 可以把这个电视墙 也变成个照片墙一样 对 在上面摆一下 照片 对 给我们留了好多 可以自己发挥的一个余点 对对对 没错 那书房是吧 要着急 书房马上就看到了 然后呢 这边这个沙发 是新给你们配置的 啊 后面还有画 那么这个地方呢 做了这么一个 把这个区域给隔开了 就是让一个客厅的区域 更加的明确一些 其实之前他跟我说 你们是不喜欢 不锈钢的颜色 太亮的 你们的事情是提出来 不能有这个 是不是 所以不想要金和银这种 对 但是他就反其道而行 做了一个银色在这里 但我真觉得特别特别好 这是木头外面 喷上的这个不锈钢的漆 所以有这种金属的质感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设计 你们也很喜欢 是吗 沙发我也特别喜欢 原来我家那个沙发 我觉得特别大 我早就想换了 但是 我当时跟南丽沟通的时候 我就不想给他太多的一个干扰 什么什么 但是其实我心里面 特别希望他把我家的沙发换掉 但是我特别喜欢这个 结果他就换掉了 对啊 而且换了一个你喜欢的 这里就是我们这个家里边的一个书房的去 书房当然首先是书桌了 书桌的椅子在哪儿呢 在家里搬过来一下 来 两边都可以坐 都可以坐 都可以坐 因为家里来客人多的时候 用这个椅子搬过去 跟客人一块 到这儿来 这又是一个书桌的椅子 这面是一面墙的这个书架 这一面墙的这个书架比较大 容量比较大 有很多的书可以放进去 而且最关键它的背景 就是刚刚刚我们一进门的时候 打动我们女主人 直接潸然了一下子 就是一片清晨的白花脸 是 这幅画太有效果了 而且这幅画你发现 它有一个特点没有 这个树林子里边的树 应该是绿色的 这都是黑色的 为什么 沉默当中的白花脸 对吧 因为是清晨 阳光打过来正好是个逆光 所以我们看到的白花脸 你看 是黑色的 蒙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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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是像记忆中的白花脸 对 对 而且我觉得灯光运动的 也非常好 这个灯光的特别 对吧 这个把早晨的那种感觉 给营造出来 我觉得这块灯光像我 和后面这个白花脸 变得非常完美 对 这第三个区域也看完了 第四个区域 儿童活动区域 在我们的背后 哇 家伯 家伯 你的宝地 你的宝地 坐坐 来给你打招 开始玩吧 喜不喜欢 还有个垫子在这 喜不喜欢 喜不喜欢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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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爸爸妈妈在这里看书 你就在这玩好不好 好不好 其实我觉得这个设计的好坏 或者设计的好的作品 不仅仅是给人带来这种 视觉上的这种愉悦 或者说身体上的享受 更大的关键还是在于 情感上能够打动你 对 是吗 今天这个作品打动你们了吗 特别打动我 肯定是 打动我了 打动我们一家人 太棒了 不错 好了 看来今天这个房子很满意 那现在我想最关心的是 坐在镜头前面的这个 坐在监视器前面的蓝队 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家 现在已经被设计成什么样了 咱们稍微的透露一点点好不好 少说一点 我觉得蓝队会特别喜欢 有好多隐藏的一些功能 让他会有意想不到的精细 哦 好了 隐藏的功能 这四个字我跟你讲 够他们琢磨一宿 别再给他们收房 对 咱们过一个日再给他收房 好不好 什么时候到的 好了好了 我们抓紧时间到蓝队家收房 好吗 好 走吧 空间的变化是我这次设计的重点 考虑到空间 原来的空间比较狭小 所以我用很多变形的家具 来实现它不同的功能需求 整个空间当中 我用了白色暮色 还有暖色冬光作为搭配 实现它温馨的气氛 实现家的感觉 运用中国画协议的手法 我做一些装饰画 点织在空间里 营造一些文化的气氛 在这篇中 我用了白色冬光作为搭配 前奏 我用了资格匾 我用了白色冬光作为搭配 好 我用了白色冬光作为搭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更多的储物空间 同时呢 也希望家里能够有 多一点的就是 睡眠的地方 因为家里有老人嘛 是不是 所以目前我看到 你们这两个要求 已经全部都实现了 这么小空间 你们把这些都实现了 哎对呀 到底怎么实现呢 待会儿就会介绍答案 不过现在 我先来问一下 我们的小主人 他看完之后什么感觉 来好了 到我这来 看到没有 感觉怎么样 特别好 特别好 大家好 刚才听完宝宝的描述 你们感觉怎么样 很期待 看看到底 这什么样的 这个房子可以说 充满了玄机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现在 怎么感觉你们两个 抱怨紧了 紧张是不是 有一点点 现在空间模仿 马上就会展现在 你们的面前 我们的面前 太厉害了 这边的面前 太厉害了 这个面前 太厉害了 看一看 天哪 太厉害了 单独的区域了 小莲 没错了 单独的区域 小莲 这个小莲 在这儿啊 来 这个地方啊 是一个家里的 就餐的区域 你看他说 单独的区域 小莲 对小莲 这话说得太到位了 对 设计师就是想给你们营造一个独特的专属的旧餐区域 所以整个这边你看 是定制的这些木质的家具 统一的颜色 两位手可以分开了 来坐一坐吧 哈哈哈哈 谢谢 我怎么感觉 一还这么谈恋 两还的感觉 就坐在这里 是 您自己也有这种感觉 对 好 你俩就当我不存在 说上一段话 来 我们这个空间有十四年了 这么熟悉的空间 突然间变化成这样 我们也感觉很惊喜 这是第一 第二 就是说 很多事情 就超过我们之外的预想 欢喜去来自这些 人家变化了一些 不过我相信 我今天还是这样一样熟悉 而且 我们这么好男孩 好吗 好 每天都快乐 不然 太开心了 享受这样温馨的生活 多么棒了 太棒了 谢谢 我就觉得人有时候吧 在特定的环境之下 那种情感的迸发 是真的发自内心的 是吗 这是意外的经济 因为我们家 空间真的是很小的 但是能够变成这样 就是完完全 全面超过我们的想象之外 我真的以为就是 我们家就变不了 知道 就是那样 放一张餐桌 在这边就立着放下了 然后那边就是一个 特别普通的一个沙发 就可以了 对 原来一直就是这样的 跟同类的家一样 就是变化一些家具 然后也丰富的色彩 但是没想到 这个空间变化的 真是超出意想之外 这个 真是太生气了 太生气了 好 我想跟刘志说一下 咱对着镜头说吧 刘志谢谢你 刘志谢谢你 让我们过得 这么大的一个惊喜 没错 而且我觉得它的设计 是非常的大胆 对不对 超出想象的大胆 完全造了这么一个空间出来 他跟我说呢 因为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 孩子和老人 各自回到各自的房间 大家吃饭是要在一起的 所以这一定是一个 独立的空间 大家聚会的一个地方 所以无论从色彩上 还是从家具的统一性上 这里是单独的 独立的一个地方 喜欢吗 太喜欢 真的 这个眼泪就已经说明一切了 都控制不住了感觉 是 我能够理解 好了 这个是我们家里的 一个吃饭的地方 这边它 整个是储物空间 你看看 我们的东西有点放了 对 你看这柜子 太棒了 够大吧 你看看 真够大 对不对 是 这里其实每一个细节 都是很用心的 这里还有一幅 我们的设计师 你看像一幅 协议画一样 像中国的协议画 在这里 是一个小景观 在这里 所以每一个细节 处理的都很好 而且这里的储物空间 是非常庞大的 对吧 对 我们看看背后这边 因为这个延展过来 它是一个整体嘛 所以这面墙的颜色 跟咱们旧三区域是一样的 这也是它自己亲手做的 是吗 脸庞 哇塞 家里有这么多这种忠实元素 你们会喜欢的吗 会喜欢 喜欢 对 环境做出来的感觉 没让我们有觉得特别 跳吐 对啊 都非常 就是说和这个自然的环境 是融合在一起的 对不对 对对对 啊好的 刚才我们看到是家里的就餐区域 对不对 对 虽然这么小的房间 我们还有客厅区域呢 走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边是我们的沙发 蓝色 一看就很舒服 是不是 对 而且这个沙发呢 不仅仅是一张沙发 它很宽 你看 看到 对 所以可以当床用 哦 垫子这么厚 很松软 很舒服 哦 对家里来客人的时候 可以在这里住 是 其实我们有一个 泡茶的那个 小东西 在茶馆 我们俩可以做 放在中间的东西 对 放在中间 啊 看外边的风格 超外的青色 我觉得很美啊 我觉得 对对对 我觉得好浪漫啊 是啊 真的 我感觉我们的女主人 迫不及待想 现在就来到 妈子虾了 我好多余啊 所以 其实这个地方的这个沙发呢 它是一个多功能的用途了 而且沙发底下 当然按照 这个地方的惯例 一般来说 储物空间就是 当我们把沙发拉起来之后 还有储物空间 对 底下板子再拉起来 就是一个储物 对 哦 可以打开的 我们现在就不打开了 我告诉你们 这里还是可以打开的 是一个储物空间 然后我们前方这个茶几 这是老鱼木 这个板子 做成的一个茶几 非常的圆生态 它就画浪 这个浪 结构 对 漫在外面 漫在外面 就是让你看这种 纯天然 对 这是年轮 你看看 生命的迹象 绝对 这是成长的记忆 对 看到这个就会回忆起很多的往事 都是温馨 又要掉眼泪了 我们来看看这边 电视墙 电视机在这 然后上面 同样都是储物 又是非常大的储物空间 你们家有这么多东西放到 现在我在想 这边就会回忆起来 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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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子也多 因为妈妈爸爸有出来看看 对 看嘛 对 对 好的 二位肯定注意到这儿了 小飞板上边 这哼哼的对 小宝宝的作品 然后呢 你看 被精心的制作成 像那个咱们照相对 拍立得 刚拍照照片 一甩就干那种 对 把它做成这样的一个形式 然后呢 在一个树上 你发现没有成长的记忆过程 成长的记忆 我摸在哪儿呢 您不是说这个 是收纳空间吗 对呀 我说的是这 今天我跟你讲 我就一定要变到魔术了 现在我打算把 二位的眼睛重新蒙上 然后我让你们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真正的 空间魔方 我们再有一次惊喜啊 真的吗 那 必须的 蒙上眼睛啊 好 来来来 两位 虽然你们看不见 但是刚才你们感受到那种 地动山摇的感觉 没有 感觉到了 是吧 动作很大 是 到底变成什么样了 万一变得点不喜欢了怎么办 应该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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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得过去就变得回来 是不是 对 好了 马上 将打开眼罩 让你们 也许是二次惊喜 也许是惊吓 来 看吧 哎 哇 这五个大床 哎 哎 找我一个 哇 有没有 你的这儿的空间 突然变大了 这儿就变在这儿了 对 刚才的饭桌呢 对啊 柜子呢 是收纳起来了吗 这是推过去了 哦 哎 转到这边了 对了 你看上面有轨道 整个柜子 推过来 餐桌 折叠进去了 哦 明白了 所以刚开始进来 会不会觉得这儿有点拥挤的感觉 对对对 我许是做了个竞争 但是没想到这个竞争居然是会有活动的 是 根据你的需要来 需要家里活动空间大的时候 咱们把这边收起来 有点缓破绳的感觉 对 对 那这用的啊 做什么 打开吗 当然可以了 这个 还能够脱回到刚才那个 就是它推拉到原来的那个 衔接上 这样我们就三续 就恢复到原来 没错 也就是说是A、B选项了 嗯 来 A、B 我 我 就没得了 我 这这有 我 哇塞 哦 多神奇啊 快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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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别静静了 哎 好 拉开了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一个桌子再放上去 一块板子放上去 就可以了 就变成我们的餐桌了 整个大柜子也是可以往前挪动的 哦 就回到 这边 对 回到刚才的位置 我们桌子就在前面 嗯 啊 明白了 你看这边太强了 这大柜子 等于说设计师做了一个A、B选项给你们 在不同的情况下 选择不同的搭配 明白 来 彤彤把它收回去 重新手 彤彤把它收回去 再过去 对 对 好 好 彤彤你听到我们的空间变化 对 好吗 彤彤 其实是个小魔术师啊 嗯 好了 我们还要注意到这边有什么变化 来 对 这一路 这出一张 这一张 这一核荣的床 对 其实这张床 是我觉得 特别是院子 是吗 是吗 刚刚的老 那天 他们奶奶来看他的时候 啊 我们就可以给他一个很舒服的休息的环境 刚才我们说那个沙发就已经是一张床的功能了 现在又多出来一张床 嗯 就更方便了 对 更方便了 它就休息了 对 而且这张床的最大的特点是它不占的地方 对 它可从哪 它平时是可以收起来的 完全看不到的 对 刚才你就没有注意到这张床吗 没想到 没想到 这张床 这小核荣的时间 上面显示的是时间 对 上面的时间 对 你看 浇水的时间 对 提醒你 上哪 放在这吧 哦 好 就放在这 来 我们再来演示一下啊 这张床 平时不用的时候 这张床 这个空间 完全就释放出来了 对不对 还可以接近用 所以这种设计对这种小空间来说特别的实用啊 另外咱们的电视机 我们在那看一下 来 可能我把这张床拿下来啊 对 哎 电视机也会变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俩的表情现在 电视机 我们在吸的 对 电视机到底会变 我跟你说电视机变成电冰箱是不可能的啊 好好 它是可以这样 哪一样 哦 它可以变换你的角度 哦 这样的 便于收看 就是我坐在这个角度 我可以 对 上位给我调 没错 可以调它的这个 哎 很小心啊 你看 调它的角度可以 嗯 这样一下光线 我们可以根据光线 对 特别巧 我们可以调整一下 没事 来 我们收回居 放屋子 在这 可以 在这 今天的清洗 够不够多的 太多 对吧 而且看完我们第二段的演示之后 我相信两位就明白 为什么叫做空间魔方了 对不对 真是空间的 简直空间乾坤大罗仪啊 对 没错 我觉得这次用的特别 往乾坤大罗仪啊 这个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像也并不多见 很少 对吧 完全想象不到这个感觉 我觉得刘志就是真是用心把这个空间作为空间的分割来呈现给我们 嗯 好的 这话说的我明白了 空间的空间的分割就是空间利用的非常的好 设计的很巧妙对不对 对 千言万语的感谢 我们不如把他们请出来当面感谢一下好不好 好 来 有请设计区 红队选手 有请 好了 今天我们的受访过程非常的顺利 而且呢 充满了一种温馨的温情的感觉啊 电视机前的各位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抓紧时间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吧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也要感谢欧派家居集团给我们提供的家装基金 还有海尔天尊空调给我们提供的家电基金 来 节目的最后 咱们一会儿喊出这句话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 交换空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空间设计的这么好 因为我老公之前设计的这个图纸 好得太多太多了 我现在还蛮心的激动 这个空间的变化 除了我的想象之外 原来空间还可以这样变化 家装原来可以这样装修 不仅在工程分区上做得非常好 而且在色彩上给了我们很多惊喜 选手的最后的一句认可 就满足了我这么多天的新手 好的空间要打动人心 我想这次我做到 两间客厅 两户毗邻邻而居 却互不相识的家庭 分别迎来了第一次挑战交换空间的设计师苏芳芳 和时隔三年再次回归的设计师鲁薇 一间烂漫满屋的玫瑰花鱼 一间童趣十足的多多洛和它的伙伴 最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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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